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从历史上看到很多好的圣哲人 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都可以起而效法 古代的诗生之情 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当中深刻去体会 在明朝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左宗义公 左宗当初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考试前夕非常多的读书人 到了京城准备应试 左宗义公 左光斗先生 他就为福初寻 因为穿官服 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当官 他很希望能够提拔到 更多的好的人才 造福国家社会 当他为福初寻 就到了京城附近的寺庙 去看看这一次的考生素质如何 那为什么不到酒楼去看看 为什么不到大饭店去看 一般能够高中的 大半都是贫苦家庭 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体会到 一个家风要能够传承下去 绝对不能养尊主佑 好意无老 所以对于教育孩子 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曾国藩先生提到 看一个家风 是稀母是衰 看三件事 第一个 子孙睡到几点 诸位同修 你们现在孩子睡到几点 第二个 有没有做家事 第三个 有没有读圣贤书 从这三个角度看 诸位同修不要皱眉头 来者可追 现在开始 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教 所以往往有福分以后 都会享乐 很难有大成就 都是贫苦 有锻炼 有历练 才会有大的作为 当左光斗先生 走到了一个寺庙里面 有一个年轻人 正写完一篇策论 太累了 睡着了 左宫看着这篇文章 看完以后 升起了心心相喜 爱财之情 就把自己的衣服 脱起来 大衣盖在 这一个年轻学子的身上 这个年轻学子 叫做史科法 史科法 他年轻的时候 读书非常刻苦 非常认真 我们在古代常说 十年寒窗 无人问 一举成名 天下之 很多读书人 都是刻苦 读了十多年的书 然后进京赶考 希望能够取得功名 来为人民服务 后来正式考试 当左宗义工 改到史科法的文章 马上给他披上 状元 面属第一 各位朋友 为什么左宗呢 看了文章之后 就知道是史科法的文章 为什么 是不是作弊啊 不是 文章表一个人的内心 表一个人的气节 因为左宗已经看过 史科法的文章 知道这一个年轻人 对国对民的一种态度 所以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他的文章 后来史科法考上之后 他们有一个规定 就要拜当时候的 主考官为师 所以当史科法 到了左宗的家里面的时候 左宗马上跟他太太说 往后继承我的志业的 不是我自己的孩子 而是这一个学生 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受到 古代圣贤人 不怕家里没有指示 他更怕的是什么 更怕的是圣贤的学问 在他这里断了 他怕的是 没有帮国家找到 真正的栋梁 去利益人民 利益国家 这个比他自己没有孩子 还要紧张 所以确实读书人都是 为国为民的兄弟 都是大公无私 后来因为明朝末年 那个时候宦官当政 左宫因为为人清廉 得罪了一些小人 所以就被陷害 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诸位朋友 到了监狱之后 会怎么样 一定会被 严刑逼供 所以左宫的眼睛 就被这个铁片 烧的皮都黏在一起 膝盖以下 被切掉了 所以死合法 非常的着急 非常担忧 他在监狱里面的老师 想尽各种方法 希望能够到监狱去 看看自己的老师 后来监狱里面的士兵 被他感动了 就给他一个建议 让他卫装成 捡破烂的 卫装成到监狱里面 去打扫的人 所以就装成 这一副模样 潜到监狱里面去 结果当死合法 缓缓的 接近他老师的 那一间监狱的时候 突然看到 老师的整个身体状况 情绪非常激动 眼泪就掉下来 然后当监狱的门打开 死合法就 扑到他老师的脚边 就开始哭起来 左宫一听到 自己学生的声音 也非常震惊 马上用他的双手 把他的眼睛 撑开来 眼睛非常的严肃 直视死合法 跟他说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是国家的栋梁 怎么可以让自己 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 与其这一些乱臣 把你害死 不如现在 我就活活把你打死 所以话一讲完了 左宫就把地上的石头 捡起来 往死合法的方向 扔过去 死合法一看 老师这么生气 也赶快离去 各位朋友 左宫为什么 对死合法这么凶 他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国家 为的是保护他的学生 后来左宫被陷害 死合法常常被国家 派到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去守卫 因为有他守卫的地方 敌军都不敢来犯 他每一天晚上都不睡觉 吩咐士兵分成三T 都跟他背对背靠着 他的士兵看了之后 也很难受 就跟死合法说 大人啊 你这样身体 绝对会受不了 您还是休息一下吧 死合法跟他的士兵说 假如我睡早了 这个时候 因为我睡早了 而敌军来犯 那我就啊 对不起国家 我也对不起我的老师 所以他念念当中 为国 还有为了老师的教诲 要依教奉行 不敢睡觉 死合法每一次回到 他的故乡 第一个去关怀 去照顾的是谁的家 就是左宫的家人 就是他的师母 还有老师的孩子 跟子孙 死合法 都尽心尽力地照顾 所以死合法 确确实实是做到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而我们也体会到 死合法对老师的教诲 是时时刻刻 不敢忘怀 所以我们说 真正报答老师 最重要的 不是每天给老师送吃的 送穿的 更重要的是要懂得 依教奉行 而圣贤人给我们的教诲 无非就是 要我们修身 要我们齐家 要我们为社会 为国家 尽心尽力地付出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 古代人的 师生之情 引导孩子立大志 他往后念的每一本书 跟其他的学生 也会不一样 当他有这一份志向 你都不需要推他 他就会用心去读书 我们现在问这一些 学了几年 中国文化的孩子 你读书是为了什么 他们会只有一个答案 他说就是要做圣贤人 读书自在什么 圣贤 但是目标确立好了 也要一步一步走过去 登高必自卑 要爬高山从哪里 从山下慢慢爬上去 行远必自尔 我们要走的很长远的路 也是从眼前 这第一步跨出去 我们不画一个大饼 我们告诉孩子 当圣贤人 首先就是 先给母亲倒杯水 先给母亲拿个拖鞋 先当一个孝子 就是往圣贤的路上走过去 先剪下眼前的一片紫穴 你就是当好公民 当你在念书的时候 都很专注 当所有同学的榜样 你就是在当一个好学生 都是往圣贤的路上 大大的跨了一步 引导志向 也要循序渐进 从当下开始努力起 要自己努力 成就一定是从自己的 勤俭奋斗 而且人生的福报 福田靠心耕 是要靠自己去耕耘的 孟子有一段话特别好 孟子说 仁义忠信 乐善不倦 此天绝也 这是上天降给你的 爵位 给你人生的福报 上天给你的 其他人拿不走 假如这个爵位 是人家给你的 他随时可以给你拿走 他今天看你不顺眼 就可以帮你拿走了 大家看 大顺是农民 他德行非常好 仁义忠信 乐善不倦 最后当什么 天子 那个福报谁能拿得走 他成就德行 他又是这么大福报的天子 而且他的福报还辟应后代 孔子说的 大顺圣德 终妙享之 四千年了 人们还在敬仰他 祭祀他 子孙宝之 他的后代还被他批应 大顺的后代 五月虎 耳东城 这几个姓氏 都是大顺的后代 可是人现在颠倒在哪里 一开始 修天绝 结果有福报了 天绝不修了 开始享受 放纵自己的习气了 最后福报一定没有 所以这个荣 光荣 福分 都是靠自己 真正依照 正道 天道 人意中心 热散不倦 自然赶着来的福报 现在这个时代 人真的肯照 伦理道德做得太少太少了 哪一个人真的肯一教奉行 是老祖先跟上天的独生子 小汉年福良相容 小汉年福良相容 年年年月明真心提 生生欢心主 您的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嘉人的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